看好美国的亚太裔未来十年的影响 在全世界的这个影响力 所以白宫的亚太裔计划 最近特别选在洛杉矶召开 第一次联邦高级代表的见面会 向华人传递这第一手正确的讯息 国内民众排除怀疑跟恐惧 踊跃报考各项的政府公职 积极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回顾电影林明奇情报员 对抗恐怖分子出身入死 伸张正义的经典场面 这是许多美国人 谈到政府公职的第一印象 然而在第一次联邦级别的会议上 联邦代表表示可不是每天都精彩 因此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破除民众的误解 我们鼓励人请去网络网 是USCIS.gov 来跟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 有更多的问题 我们有83个地方的办公室 包括在Los Angeles 目标打破误解之外 面对近年来 史诺登揭露临近计划 大爆政府加强监控的说法 联邦代表着希望 透过更多面对面的交流 让在美华人对美国政府 重新找回信任 强调联邦政府部门 包含联邦调查局 美国劳工部 美国社会安全总署 与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等 是分工系讲专业的工作环境 欢迎有兴趣的华人 踊跃上美国公民 及移民服务局官网 报效国家 中文新闻李仲瑶 英宏文叶洪志 在洛杉矶的 中文新闻